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一座城市的繁华往往是肉眼可见的 我们会通过建筑、交通设施以及周边的环境来判断当地的生活状况 但也有些地方是隐藏极深的 从外面看上去只有一片荒凉 但走进内部却能让人豁然开朗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 这个无尽繁华在地下的小镇 就是库博佩地 库博佩地位于澳大利亚的沙漠深处 这片贫瘠的土地之上看不到多少房屋 地表温度常年在四五十度左右 很难种植粮食 人类生存也很困难 但是智慧是无穷尽的 哪怕是有着恶劣的生活环境 库博佩地却依然生存着三千多户人家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愿意定居于此呢 其中的原因就是这片土地之下的风景和宝贝 很多年前 有矿工在这里发现了价值连城的蛋白石 随后生活在这里的人也是奔着矿产来的 也许是挖矿启发了人们的生存灵感 于是红褐色的土地下 便有了利用矿洞和石子打造的一切 在这里建造一座矿洞房非常划算 只需要十五万元 并且建筑工期也很短 可以很快入住 地下会比地表凉快许多 娱乐设施也相当丰富 酒吧 教堂 餐馆等应有尽有 作为当地人 在自家周围挖宝石 已经是家常编范了 挖出来的坑就等于扩大房屋面积 而作为游客 体验一把地下城的酒店生活 在独具特色的小城镇里闲逛 听一听野狗篱笆的故事 夜晚九国三巡之后 去地面上抬头看星星 这样极佳的体验 何乐而不为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 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 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